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三场小组赛一胜一负 此次热刺面对的是法兰克福 双方首回合交手的时候踢成0比0平手 如今回到主场的热刺目标就是赢下来 结果热刺3比2险胜 拿到了关键三分 排名一下子升到小组第一名 孔蒂排出343阵型 由于是主场作战 孔蒂还是非常希望赢下这场关键的比赛 排出了三前锋阵型 哈利比凯恩 孙星敏和李沙利松的进攻搭档连妹出击 哈利比凯恩和孙星敏在此前的三场欧冠小组赛都没有进球 这场与法兰克福的比赛 他们两人也都非常渴望能够打破欧冠进球晃 比赛开始后法兰克福踢得比较犀利 接连创造出好机会 连田大地在第14分钟抓住了机会完成进球 落后的热刺不得不在进攻端投入更多力量 很快 热刺就扳平比分了 哈利比凯恩送出手术刀扳的直赛球 孙星敏前叉 突入禁区 单到低射 球进了 凯恩与孙星敏的连线真是赏心悦目 智力进球让热刺踢得越来越放松 之后 凯恩进去内被放倒 这让热刺获得点球机会 凯恩罚进点球帮助热刺反超比分 接下来孙星敏用一脚 凌空爆射再次洞穿法兰克福的大门 半场结束 热刺3比1领先 热刺上半场有7次射门 6次射政 进了3球 而法兰克福上半场有6次射门 进了一球 下半场一边再战 孙星敏被图塔爆摔半倒 图塔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 热刺得以多踢一人 但是 即便是人数上优势 热刺还是踢得比较保守 毕竟有两球的优势 而法兰克福没有放弃 在第87分中取得进球 阿里度投球顶进 把比分差距缩小到只有一球 最后时刻 希尔进区内被放倒 热刺再次获得点球机会 结果凯恩罚丢了 错失了没开二度的好机会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3比2 热刺险胜 在赛后后score的评分中 孙星敏得到全场最高的9分 他5次射门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如果您喜欢 uma阶段的话 您请在一起 filtering开 请请做这种节目 欢迎点赞 记录